金属钢架 钢板散落一地 上百位消防员及警员 徒手搬走倒塌物品 还调来十多辆大型钓具 搬走重型支架 寻找被困工人 有没有幸存者呢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可跌 他跑出来了 河北省的实力人为主 以河北的人为主 河南市的首个 24号上午7点左右 江西封城电厂 再建冷却塔的施工平台 突然崩塌 也造成混泥土通道倒塌 当时60多位工人 不是被活埋 就是从几十公尺高的平台坠地 死伤惨重 但冷却塔平台 怎么会倒塌呢 混泥土没干 今天被急救我们 是跟天气有关是吧 应该是的 意外发生后 当地紧急出动 30多辆消防车 200多位官兵 9条搜救犬 及两台无人机 全力搜救 医护人员也在现场待命 随时急救 受伤人员 但平台 究竟为何倒塌 是否有人为疏失 仍有警方调查当中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